因为女儿养了条狗 妈妈整整六年没踏进过家门 好不容易屈尊来了一次 却从进门开始就摆着臭脸数落 一会儿嫌弃狗吊毛太多 一会儿又嫌弃拉布拉多体型太大 聊到激动处更是两只手在空中挥舞 说空气里到处都飘着毛发 而原本安静趴在地上的小狗 也像是听懂了妈妈的厌恶一样 在母女俩争吵时悄悄起身 躲去了地毯最边缘的位置 这下女儿心里也不太舒服 就出言反驳了妈妈几句 没想对方得寸进尺更过分了 听着屋里尖锐的争辩声 杀发另外一次的女婿努力降低存在感 希望战火不要蔓延到自己身上 可惜很快丈母娘就看了过来 质问她当初为什么要同意养狗 而倒霉的男主人既不想得罪老婆 又不敢和长辈顶嘴 只能低着头抠手缓解尴尬 毕竟拉布拉多处境虽然可怜 但却并不完全无辜 狗狗目前六岁 是夫妻俩婚后一起养的 而今年是他们结婚的第七个年头 好不容易才通过试管要上孩子 再过两周就要到预产期了 本来就是高龄产妇 肚子里怀的还是对双胞胎 女主人理应比一般的准妈妈 更加注意才对 可偏偏家里的拉布拉多 让人无法省心 狗狗虽然块头很大 却有着与之截然相反的性格 他天生胆小敏感 还特别容易受到惊吓 节目录制过程中 沙发侧面的摄像头 仅仅是转个角度 都能把这个大家伙吓得打个哆嗦 然后跳回到地面 冲着镜头咆哮 碰巧躲在次卧的工作人员 也动了一下 结果狗狗立马扭头跑了过去 像是连锁反应一样 绷紧了神经 而在此之前 还出现过楼上拖凳子的声音 走廊里有人经过的声音 明明都是很微笑的细节 却通通被拉布拉多捕捉到了 排除掉偶尔在家扰民 更大的问题是出门散步 女主人自打怀孕开始 就居家办公 所以照顾小狗的重任 也落在了他身上 虽然孕期已经八个月了 但还是天天挺着个大肚子 下楼遛狗 反观拉布拉多 却从来不在乎主人的感受 下楼梯突然一个加速 差点把他脱摔 而狗狗之所以那么激动 只是因为对面出现了另一条狗 如果对比一下 拉布拉多之前和现在的尾巴 能明显感受到 他是真的对同类有了杀意 这种情况下 为了不让狗冲出去 女主人要么抓着栏杆 稳定身形 要么蹲下去重心靠后 但无论哪一种 对于孕妇来说 都是相当危险的姿势 其实为了避免发生危险 夫妻俩已经做过很多次调整了 现在男主人早晨六点半 上班前会出门遛一次狗 晚上八点后 下班回来再遛一次狗 可中间白天的时间 拉布拉多 总不能一直憋着 没办法只能由女主人 带他出门 然后稍微变换下散步路线 尽量选择没什么狗的临街步道 但问题是无论去哪 总得先下楼才行 而一旦在小区内 碰上别人家狗 那情况基本就是无解 就算女主人肚子里还揣着俩 三打一也很难控制住狗 而同样的问题 不仅困扰着女主人 换成丈夫出门遛狗也是一样 拉布拉多瞬间冲出去的力量极大 但凡千生人稍微分神 绝对会被扯得亮枪几步 甚至于哪怕提前防备 也起不到多大作用 就好像现在夫妻俩喝着咖啡 男主人明明注意到了有狗过来 却还是差点连人带凳子被拖出去 看着拉布拉多攻击时的样子 再联想到即将出世的孩子 夫妻俩不得不为以后打算 万一狗狗嫉妒心太强怎么办 万一他把婴儿当成了同类又要怎么办 也正是出于以上种种考虑 才让两个人面对妈妈的质疑无从反驳 毕竟危险确实存在 他们又谁都没能力完全控制住狗 这对双胞胎让两家人怕了那么久 现在却因为一条狗暴露在危险当中 夫妻俩抱着最后的希望给节目组写了申请 希望将训犬师能帮帮他们 看到最后母女俩都掉了眼泪 江训犬师这心里也相当不是滋味 本身两辈人的养狗观念就有差距 把狗放在家里已经很让妈妈难以接受了 现在拉布拉多还出现了攻击性 随时有可能危及到女儿和带出世的孙女 所以妈妈排斥养狗她并不奇怪 可要如何调节好双方的矛盾 这一点就很让训犬师头疼了 在演播室绞尽脑汁地想了很久 她才长叹一口气来到求助人家 不过从暗门铃开始就惊喜了一下 因为拉布拉多对铃声完全不敏感 并没有像以往上过节目的小狗一样激动 甚至于训犬师进了房间也很有礼貌 没扑没叫只是很克制地欢迎了一下 虽然妈妈今天并没有参与录制 但顾及到长辈感受 同时为了让对方彻底打消顾虑 训犬师还是拿切身精力举了个例子 她说自己儿子出生那会儿 家里统共养了五条大型犬 还都是毛发偏长 比拉布拉多更难打理的品种 其实孩子出生前 她跟妻子也有过担心 害怕宝宝对狗毛过敏 没有办法跟小狗和平共处 可实际上只要父母做到位了 保护好孩子别和狗单独待在一起 同时勤快点多收拾就不会有问题 相反家里有了小狗的陪伴 她儿子每天都特别开心 同样狗狗也乐于帮小主人做些事情 哪怕只是扔个垃圾都成就感满满 所以养孩子和养狗本质上并不冲突 全看监护人能不能拿捏好其中尺度 而话说到这 接下来才是今天的重头戏 训犬师要帮夫妻俩判断一下 拉布拉多到底是只对狗有攻击性 还是对小动物都有攻击性 随后进一步确认 狗狗是否会对学龄前的儿童产生威胁 不过在此之前 她有一条要求想替点男女主人 那就是在生产之前 孕妇绝对绝对不可以再遛狗了 无论今天训练成果如何 女主人都不能冒任何风险 既是为了孩子 也是为了让爱护她的老公和妈妈安心 很快一行人转站楼下找了家店铺 随后请来一位特邀嘉宾 正是前期预录中出现过的金毛 当时拉布拉多看见她激动到不行 两条前腿几乎悬空 拖得女主人根本支不起腰 而这次对方出现的瞬间 狗狗同样从漫步惊心一秒变成警觉 眼神牢牢锁定在对方身上 前胸起伏也明显变大 开始哼哧哼哧地喘粗气 如果再仔细一点观察 会发现脖子后边的毛全炸开了 反观对面金毛却毫无动作 只瞥了她一眼就挪开视线 转望向了外面 双方距离越缩越短 已经从斜对角变成了面对面 可预料中的攻击场面并没有出现 拉布拉多甚至在来到门口时 表现得比隔着五六米更加放松 于是训犬时抬眼观察了一下 立刻发现了问题所在 她让夫妻俩回忆一下 以前拉布拉多扑向同类时 是不是周围都毫无遮挡 双方几乎是脸贴着脸的情况 可现在仅仅是有个人夹在中间 避免了两条狗对上视线 拉布拉多就立马恢复正常了 而这足以说明 它并不是出于捕食才去攻击 更像是社会化不好 有点害怕别的狗 如果光靠蛮力 两条胳膊绝对斗不过四条腿 所以如果小狗向前用力拉扯 主人不要收短绳子 往反方向使劲 而是应该稍微放长些 然后突然定住收紧力量 这样狗狗会因为惯性猎切一下 找回理智自然不乱跑了 演示过一遍动作要理 训犬师就把绳子交到男主人手里 让对方牵着狗靠墙走 而拉布拉多的表现依旧很好 于是他招招左手 让金毛主人牵着狗来到对面 不过这次拉布拉多 看到了同类的完整身形 所以立马扑上去叫了几声 然后又变回最初的模样 双眼鼻子和嘴巴 全都锁定在金毛的方向 见状训犬师赶紧上前 结果绳子直接把狗拽了回来 其实综合看下来 拉布拉多真就和女主人说的一样 是个有些胆小敏感的大块头 所以更需要人为干预 让她将注意力集中在主人身上 而不是周围有可能产生威胁的同类 接下来训犬师请金毛再次移动 但这回拉布拉多却没什么多于反应 随后在训犬师的带领下 一行人画了个半圆绕着金毛走 神奇的是小狗和之前相比明显平静很多 尾巴也从预露时的翘起攻击 变成了欢迎的左右轻白 这时他再请男主人抓住绳子 用力拉扯一下把狗拽回身边 结果拉布拉多看了主人一眼 立马委屈巴巴地坐下 直接把后背冲向金毛 干脆视眼不见心不凡 成功过一次 训犬师就让两边同时动起来 保持平行相向前进 而拉布拉多对待同类的态度 简直可以说是180度大转弯 他不光刻意扭头避开视线 还会偷偷观察主人的眼色 即便一行人换到外面马路 把陪练换成另外一条巨柜 拉布拉多也只是多看了几眼 主人稍微控制就没什么问题 等到双方第二次擦肩而过 就完全没反应了 课程最后 为了让男女主人放心 也为了让妈妈放心 节目组找来一辆婴儿车 里面用毛巾包裹着一个玩具小人 随后两位嘉宾推着车 跟拉布拉多擦肩而过 但小狗只是闻一下就走了 对车不感兴趣 被女嘉宾怀里的强褒也没什么兴趣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概一周后女主人传来视频 画面上是她跟在后面 拍摄老公遛狗的画面 现在她仅遵训犬师要求 已经完全把工作交给男主人了 而且经过训犬师教育 现在拉布拉多走路稳重了不少 他们也特地拜托了金毛家主人 平常约着一起散步顺带训练 更加值得高兴的是 训犬师的到来 不仅帮他们解决了狗的问题 也大大缓解了女主人和妈妈间的矛盾 虽然掉毛是避免不了 但知道了拉布拉多是条好狗 妈妈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现在全家所有人都翘首一盘 等待着新生命的降临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还喜欢的话 请多多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